天后蔡依林啊 当然她是在舞台上面魅力十足 但是她之前虽然也试过演电视剧 但是失利了 所以呢就一直有点怕怕的 现在呢蔡依林不一样 你看她不管是工作啊私生活啊 都已经放松很多 没那么尽了 而且又鼓起勇气 接受了代言厂商的邀请拍微电影 剧中大方的搞笑 清纯学生妹摇身一变 成为金光闪闪的土豪白富美 蔡依林受代言厂商邀请 演出微电影 造型百变 演技也生动自然 整部片蔡依林只花了12个小时就拍完 不过舞台上的天后对于演戏 可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得心应手 我决定出国游选 追求更宽宽的事 11年前和小猪演出偶像剧 嗨上班女郎 蔡依林当时被批评表情木讷 因此对演戏产生恐惧 但近来演技越来越自然 是不是和演员男友 景荣友互相切磋 这一次在剧情里面的爱情观是比较像是很喜欢那个男生 然后一直想要跟他说话 但是我现实当中我自己是会找话题聊的 但是我不会就是站得远远 然后觉得他就会走过来这样 我觉得世界有一个互动 维电影记者会上左闪右闪就是不了景荣 但看看蔡依林 虽然打戏NG了二十几次 不过自然的演出让导演十分满意 演技似乎也进步了许多 记者综合不到